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6月6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今天將會迎來35名 也就是47名攬炒派案件繼續開審 而早前在6月2日時 當中47人入面有30人 就去到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庭 而在庭上肥必譚德智繼續挑戰國安法的底線 甚至公然在法庭上繼續說他違反國安法的主張宣言 而且當中這30人亦有部份人士在庭上藐視法庭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跟進前日即是6月4日 在維園警方拘捕了六名人士 五男一女 而當中有部份人士被一些黃媒聲稱 他是一個銀髮族的90歲高齡女士 到底這一名所謂的高齡女士是誰呢? 我看完他的照片後覺得他熟眼熟臉 好像那些危機演員一樣 到底他是誰呢?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與此同時原來在6月4日當晚 在維園附近有一條漏網之餘 是沒有被警方拘捕的 到底他又是誰呢?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按一按右下角訂閱開啟鈴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35家非法初選案件 而這個案件中警方拘捕了47人 當中包括戴瑤婷等這些犯罪主佬 他們全部被控以違反國安法 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而當中有部分主謀甚至是村謀顛覆國家政權 而這個案件其實早前已開審 但他們的開審只不過是說過堂的程序 將他們從區域法院上升到高等法院 但大家知道47人審訊總是需要時間 過去到現在 其實今天將會開始第三堂 但當中只有17人成功過堂到高等法院 而當中還有30人都正在等過堂 而今天開審的就是要處理剩下的30人 他們轉到高等法院的事項 但他們在6月2日 即是早幾天前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曾經過過一次堂 但當中竟然發生了很多插曲 不知道這群人是否想著自己一定會在監獄 渡過一輩子 所以他們公然在法庭上 就是挑戰法律的地位 甚至可以說是挑戰法庭 首先和大家說說47人涉及非法初選 被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而當中有15人已經獲准保釋 而在6月2日 由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傳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次審訊 而原定這個案件在當日早上10時半開庭 這群被告在監獄中早上起床 喵喵喵喵慢慢上車慢慢走 結果導致法庭遲了差不多半小時才開審 他們去到的時候 走到囚犯欄中 但因為他們30人 非常多人 所以在囚犯欄中十分擠迫 而當時肥必譚德志走入法庭時 很串、很風騷地撥一撥自己的頭髮 然後他甚至拿著一份明報的報紙 然後一度打開它去閱讀 而當時有懲教署人員發現他在看報紙的時候 立即阻止他不可以 大家相信如果你未去過法庭也好 但大家一定知道法庭是一個很嚴肅的地方 現在處理的是他們違法的事情 法官在處理案件的時候 你在看報紙 這個會不會沒有這麼尊重呢 當然肥必肯定不會尊重 但他看報紙又有甚麼原因呢 事實上當懲教人員 把他的報紙拿開 甚至跟他說不可以看報紙的時候 他就大叫他們怕報紙有六四 這樣叫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事源明報在6月2日的報紙中 他們有刊登關於六四三十三週年的文章 當中包括天安門那位所謂母親的贊文 以及黃丹在美國昌議 籌見六四紀念館的報道 而大家從這個事情中 已經看得出這個肥必譚德志 他在法庭上特意拿著一份明報 看報紙的意圖 首先 譚德志早上每天都要很早起床 而他起床後其實是可以看報紙 為何他看報紙的時間 他不是在車上看 不是在監獄看 不是回到監獄才看 不是中午放飯的時候看 而是要開審的時候看 而第二點就是 譚德志為何會知道 明報在6月2日那天 刊登的內容 是有關於六四的內容 而他同時又高呼 他們怕報紙中有六四 為何他又會知道 很明顯 譚德志早前已經閱讀這份報紙 而他帶這份報紙到法庭中 刻意地打開來看 是引懲教人員 禁止他看報紙的動作 然後在法庭上宣洩自己的政治主張 甚至是故意誣蔑懲教人員 說他們怕報紙有六四 故意做這些行為 企圖吸引眼球 吸引一些黃媒 一些獨媒 出來報道他們這件事 說到香港 真的不讓人說六四 事實上香港不是不讓大家討論 只不過是大家一定要認清真相 而且不能主張非法集結 加上黑暴時期大家也知道 初時警方沒有主動介入案件 或者沒有主動高調地在彌敦道 擺放警員在每一個街口 做戒備的時候 這群黑暴一旦聚到人上來 他們就會搞暴動 而當警方擺放了人在街頭上 做高度戒備的時候 這群黑暴每次一出來就被警方制止了 聚不到人自然搞不到事 這就是維護我們國家安全 維護我們香港社會安全的方法 但是譚德志就企圖用這些方法 用這些小學生的把戲 繼續誣蔑我們的香港 事實上如果他這個行為 針對他這次的本質 其實我建議法庭可以把這次行為 視為一次藐視法庭 又或者是 其他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分裂政權 都可以 甚至多告他一兩條國安法的罪行 都可以 當然譚德志現在在監獄中 玩不到甚麼花神 以前囂張的他看來在監獄中 棄驗依然存在 都沒有銳感 看來懲教署方面 都應該要努力一點 加強監管 甚至加強教育譚德志 譚德志的棄驗 真的不要那麼囂張 如果不是 到時候他 真真正正坐牢的時候 繼續騷擾其他犯人 教其他犯人 違反國安法 豈不是更糟糕 事實上除了譚德志外 在庭上還有不少花生 甚至有人藐視法庭 在出庭的時候 范國威相信大家很久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他坐牢後一直都低調 范國威做出一個深深的手語手勢 又舉起母子 視義自己安全平安 另外還有黃伯宇 亦是之前在超級區議會涉及 騙了政府錢那位 所謂想做議員的黃伯宇 撥了頭髮 吳敏儀點頭是意 而鄒家誠和譚德志快必 和已經保釋的黃子瑜和呂志恆 隔空溝通 甚至一直在笑 笑聲非常大 帶到要法官 喝止他們叫他們不要笑 事後在旁聽的時候 亦有人拉下口罩和這30個被告作交流 遭到法庭的保安警告他們 叫他們因為疫情關係快點戴口罩 否則到時通知警方 告他們沒有戴口罩 而 在聆訊期間 這些30個犯人不停在起控 甚至在有說有笑 岑子傑 岑務暉 李家達等人 不停在用手語和親友交流 何貴南坐在這裏和另一名囚犯 余惠明在這裏聊天 岑子傑又和李家達聊天 然後坐在一起的黃伯宇 馮達俊 劉澤峰等人在這裏聊天 而當中亦有人曾經向法庭投訴過 當中有一個傳譯器 即是英文轉中文的傳譯器 沙沙的聲 而劉詠康馬上大叫 可能你那個沒有電有機會 甚至有人大叫 你的東西壞了 又引導整個法庭在這裏笑 而法官也立即勒令他們要嚴肅一點 事實上他們這個行為 對法庭十分輕視 對於一群黃人來說 可能見證著這30個人在監獄中有說有笑 譚笑風生 輕鬆道日 但在我們眼中 這群人就是違反國安法甚至毫無悔意 甚至上到法庭 個人宣洩自己的政治主張 有些人不尊重法庭 起哄不停笑 有些人大叫 甚至用一些網絡上搞笑的字句 你的東西壞了這句話 在法庭一個莊嚴的地方 在此開玩笑 事實上他們這些行為 大家看起來表面上就好像是一個很輕鬆的事情 但事實上這件事絕對會令他們在未來的審訊更加困難 因為今次審訊他們是國安法指定的法官 相信今次因為審訊的人比較多 而估計法官出動的次數也會比較多 而今次他們遇證審訊他們的法官 還在庭上嬉皮笑唸 我們向來 就算你沒有去過法庭 你看過TVB或者看過一些電視劇 一些說法律 說法庭的電視劇也知道 尊重法官 比法官留下第一最好的印象極為重要 但反而這群人 對於法官對他們的印象 毫不在意 甚至涉意起控 其實他們是否預計自己會坐一輩子 是否預計自己的監禁刑期非常長 索勝享受當下 坐牢就當成像度假一樣 像楊岳橋之前所說的 令人生更精彩 事後其實法庭中也出現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下午3時半休庭的時間 當時大家和一些親友揮手道別的時候 當中其中一名被告梁仿圍 想著走近犯人欄的玻璃 不知道做甚麼 而即時被在場的辱警出手阻止他 叫他拉回來 不准靠近那邊 一會兒你屠肉怎麼辦 而梁仿圍和他身邊的另一個囚犯 就叫做馮達進 多次大叫 不要動手動腳 動手動腳 做甚麼事 說說不要動手 梁仿圍後來也是不滿 大叫我要見律師 最終他們見律師不成 亦發脾氣不成 最終要回到囚室 這群人其實我可以看得出 根本上毫無悔意 甚至涉意在法庭上攪事 如果法官真的拿正來做 剛剛這幾個人 告他們藐視法庭基本上入眼 而梁仿圍甚至連這個 肥必 譚德智 告他違反國安法都可以 這群人真是不知死 甚至真是不知害怕 到底他們接下來坐多久 看看未來的審訊是怎樣 但是 其實他們 被拘捕後已經橫壓了一年半 也就是說刑期不會少 如果輕的話就不用橫壓那麼久 而且最重要大家記住 他們的案件未正式開審 仍然在過堂 中間這些是過堂程序 事實上他們這次的案件 可能有很多人忘記 重溫一下他們的罪行 他們當中是47人 被控在2020年7月1日 至2021年1月7日 在香港 一同串謀和其他人串謀 是志在顛覆國家政權 而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與實施 以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 即是有紀念 第一 為以下目標 宣揚 進行或參與一個 密謀 至於他們當選立法會議員後 根據基本法第73條委託的職權 濫用 在立法會取得大多數控制權後 直以對香港政府提出的任何財政預算案 或者公共開支 不論當中的內容和利弊 都是予以拒絕通過 第二是迫使香港政府 根據基本法第50條解散立法會 從而癱瘓政府 第三 最終導致行政長官因立法會解散 而重選的立法會 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 根據基本法第52條辭職 另外亦被控以為達致密謀參選或不參選的立法會選舉 或促使善惑他人參選或不參選的選舉 另外亦承諾或同意當選立法會議員後 促使其他人當選立法會議員後 在審議或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和公共開支時 按照他們的謀劃行使或不行使 根據基本法第73條所定立的權利 另外亦控告他們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 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 看來只讀他們的控罪也要讀這麼久 他們坐牢沒理由不用坐牢這麼久 期待他們的審訊 期待法庭在庭上公開更多內容 這件事就看待他們的審訊是怎樣 而今天將會繼續逐審他們的案件 而這個審希望他們可以盡快上到高等法院 讓法庭盡快判決他們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想說第二件事 和大家跟進六四當日維園外面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前晚的直播也知道 警方在維園對出曾經和一些黑衣人發生衝突 而警方最終在昨日公布 說警方在6月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和銅鑼灣一帶 就是採取執法行動 截至晚上11時半 警方拘捕五男一女 分別是19歲至80歲 分別涉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非法集結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當中警方在維園入面 一名70歲的外籍人士身上 搜到一把萬用軍刀 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了他 另外還有些人被拘捕 當中我看到有一個報導 是來自獨立媒體的黃媒 而這個媒體在報導這件事的時候 他的標題是銀發俗稱 被警方拉扯口罩 對罵租斥 阻差辦公被捕 而他的報導說 一名身穿黑衣香港家有T恤的銀發女士 在晚上九時被警員帶入 位於紀利佐治街的首身區 女士突然向後躺下 平躺在地上 然後連環露斥警員 你有沒有廉恥?你有沒有人性? 你是不是人?你是不是警察? 男子漢? 而一名女警就和他展開這個對話 而所謂的銀發族女士 聲稱警員 扯爛了他的口罩 要求警方給一個新的 而女警就直接說 是你自己弄壞的 不關我們事沒有碰過你的口罩 然後這個婆婆涉嫌 左差辦公被警方拘捕 最終帶返警署 而我們很好奇 一個銀發族 說到他如此慘 又說被警方欺負 又說婆婆還要說 你有沒有人性?有沒有廉子? 是否警察?是否男子漢? 我想看看他的照片到底是誰 但一看完照片後 我覺得熟口熟面這個人 為何這個銀發族女士 和過往的示威常客 王婆婆熟口面 是否 這個到底他是 銀發族女士還是王婆婆? 當日 在6月4日 依然出來維園 試圖挑戰警方的底線的人 其實絕對不是普通的和理非 絕對是一些 明環不顧的人 然後 他們還要有部份是攬炒派的主力人馬 而這個王婆婆向來都知道 他是一個收錢做事的 突發危機演員 而這次同樣又出現在銅鑼灣的街頭 還要上演一幕撥虎鬧街的情況 到底他的用意又是甚麼 而他還要辯斥 說警員蚊扯 弄壞他的口罩 要求警員給他一個新的 我心想你也傻傻的 你自己的口罩你自己爛了 你好聲好氣問警察 別人給你是人情 不給你是道理 控告你也可以 當然警方有人情味 你爛了口罩不會控告你 甚至有些情況有口罩證 就給過你 但你現在刻意挑戰警方底線 你不被人拘捕 不可能 另外在維園 亦發生了一些插曲 有一名漏網之餘 沒有被警方拘捕 否則正常是五男二女 為甚麼 根據一些報道 有一名二十歲的大學生 叫Melody 他攜帶了一個所謂的小型民主女神像 去到現場 被警方截查 如果有看過我前日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 警方為何會無故截查他 他因為中大在段崇智的容許下 中大竟然容許他們的學生 在校內佈置 幾十隻所謂的迷你民主女神像 全部3D打印出來 而這個所謂的Melody 他帶出來的就是正正中大那一隻 他穿著黑衣 拿著這個所謂的小型民旅 就說他一早預計了進不了維園 他今天來到 就是想試試運氣 又指悼念不限於儀式 今天這樣的日子不想不來 他後來被警方截查他 搜他身 而他在警方截查時 隨即手動腳震 害怕青青的 然後他亦舉高雙手 害怕被警方拘捕 但他與此同時 他大聲懶惰地質問警察 他說 我以為你會像民旅一樣保護我們 這句是假了一點 假了一點 你拿著一個黑暴女神像言 以為警方會像黑暴一樣保護你 這是甚麼玩法 是嗎 大家都知道 黑暴是警方的天敵 黑暴是破壞社會的人 是不會保護你的 只會對你行使私刑 而警方是會保護你的 就算你被警方拘捕 你也有法律的權利 你是不會被毆打 你亦不會被警方拘捕而受傷 而警員事後跟他解釋 因為有人呼籲非法集結 而你手上拿著的所謂的民主女神像 的的色色 顯示你正在參與這個集結 同時由於你拿著他亦有機會引來大家的圍觀 所以有機會構成非法集結 聽到後警察就馬上跟他再說 提提你 非法集結要坐牢 之前有一個判了10個月 Melody就馬上害怕了 馬上手藤腳鎮 馬上跟記者說 我無辜的不要再訪問我了 然後他馬上回家 表示要終止行動 他們說到他們自己要出來 原來面對法律他們自己也會害怕 為何當初他走出來的時候他不覺得害怕 是否覺得好玩 這是一個問題 現在的年輕人 覺得這件事是好玩 覺得示威遊行是一件很型的事 是一件聯群結黨 然後一群朋友去旅行的一件事 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們怎能讓學生覺得 原來參與暴力 參與非法集結 違法的事是好玩的 這個守法意識會否比較薄弱 當然幸好有警方在現場把手 這名20歲女 未見過大細面 突然間被警方包圍著他 要搜他身 甚至跟他解釋有機會拘捕他 哇 影響到前途 經常都是那句 帶爛臨頭各自非 說到理念多厲害 當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現問題的時候 沒有了 這些理念化為灰準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